怎么样才知道自己已经跟本尊相应 应该有什么征兆 身心有什么变化 这个问题好像在上个礼拜 师尊就已经讲过了 我讲的意思说 你跟本尊相应 就是本尊跟你来电 已经有电 这个就是征兆 身心有什么变化 当然会有变化 因为你自己就渐渐变成本尊了 这个就是变化 因为你本尊跟你相应了 你渐渐的身体有电 你就已经变成本尊了 渐渐变成本尊 身心变化 就是你的身体就变成本尊的身 你的心就变成本尊的念 这个就是身心变化 那么第二个问题 应该上个礼拜已经讲过 很简单 就是你身体有电 本尊就像电一样 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 就像师尊一样 师尊有时候本尊进来了 那刚刚在这个我们这个同修之前 我们在做这个简单的修法仪轨 本尊进到我身体里面来 那你应该可以看到 自己师尊本身是有变化的 像师尊呢 今天这杯茶还没有喝 我供养 本尊有没有来 我供养本尊准提佛母 这杯茶供养 准提佛母 请准提佛母 接受这杯茶的供养 就去莱殿 师尊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当他接受的时候 师尊就像触电一样 这就是本尊已经接受了 这杯茶的供养 师尊常常有这样的动作 就是说 他来的时候 是有电感应到 师尊像触电一样 大家的感觉也许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感觉都不同 师尊的感觉就是 他来了 我就像触电一样 就感觉到了 这是本尊相应的一个征兆 这是本尊相应的一个征兆 就像触电一样种